一份學獎學金 YA 學會本身就很希望說 對社會有一點 做一些事情 剛好有 遇到小朋友 很努力的人 我想說小朋友是國家未來的動物 我們要在這個位置 應該要好好的去鼓勵他們 所以我們才決定 要來建築這個部分 這是我們當初的動機 分學獎金這次是提供了 40萬 就是由他們把 這個 學業很進步的 學生把它提報上來 那我們就 依照他的努力 還有他的 勤奮的部分來頒發 經過7年的 只是這次比較擴大 比較擴大 去年我們就把它增 以前是100名 現在把它增加到200名 福林館比較屬於弱勢 家庭的小朋友們 讓他們能夠得到一些 鼓勵也能夠讓他們 得到一些支持 我希望大家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裡面 能夠盡量的 心無堂物 能夠專業 來努力 所以說 一種基板分學獎的 獎助學金的頒證 這樣子的一種 頒證對於我們弱勢 家庭來講 是有很大的幫助 也同時對我們小朋友來講 也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所以我代表我們 政府 感謝我們公會 以及協會 你們的好意 這個善舉 對我們的幫忙 我在這裡 和所有的小朋友們 大家要共同的勉勵 那社會上 有很多人在關心我們 也在鼓勵我們 希望大家 能夠珍惜這一份的愛心 能夠好好的用功 在功課 在學校 其他各領域的學習上 都能夠全力以赴 我也非常的期待 大家 將來 能夠成為 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當你有一天 能夠自立自強的時候 也希望你 不忘當初 有人這麼熱心的來 關懷大家 也能夠把你的能力 能夠貢獻給這個社會 幫助其他更多的人 那我最後 要祝福我們所有的小朋友們 大家都能夠學業 進步 祝福所有家庭 各位家長 大家 國家平安 大家身體健康 也要感謝 我們的不動產 投資開發的工會 讓所有的會員先進 大家 都能夠裁員廣進 大家多賺錢 多謝各位 感謝大家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